据环球网3月30日报道,新加坡总理李锦龙3月30日当天在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言时表示,中国作为亚洲非常重要的经济体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呼吁亚洲各国应该继续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同时也需要深化彼此间的合作。 李锦龙表示,亚洲各国应该继续促进中国和区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和友好关系,除此之外,亚洲各国也需要深化彼此间的合作,他表示,亚洲充满活力又不有潜力,但亚洲也和世界其他区域一样,受到全球动荡不安和地缘政治紧张的影响,要实现亚洲的美好前景,亚洲必须保持稳定、包容和开放。 李锦龙指出,亚洲应该一直保持开放,亚洲能否实现美好的前景,就取决于亚洲各国是否竭尽所能,同彼此以及外部伙伴保持稳定关系,并且全力展开务实和富有成效的合作。 其中,中国作为亚洲非常重要的经济体,在这些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我们欢迎中国继续推进对外开放的政策,并乐见中国继续对多边主义和区域合作给予支持。 我们也期待各方能更积极地为区域和全球的发展与繁荣做出贡献,让亚洲和世界受惠。 3月26日,新加坡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新加坡总理李锦龙将于3月27日至4月1日对中国进行为期六天的国事访问。 声明称,李锦龙将访问中国广东省广州市、海南博敖以及北京市。 新加坡联合早报称,这是疫情三年以来,李锦龙首次访华。 李锦龙在3月24日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是区内最大的经济体,与中国尽力开放、可持续和互惠互利的关系非常重要。 据悉,李锦龙访华期间,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寻才和新加坡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将分别担任代理总理。 据悉,新加坡很早就表示支持一旦一路倡议,李锦龙对此也表示,新方支持一旦一路倡议,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提出的一个很好的举措。 中国在发展,中国在走向繁荣,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越来越重要。